听过专家老师的讲解 我们知道 在200至250度的温度下烤肉 会产生杂环岸的有害物质 如果我们经常使用这种高温下烤出来的肉 势必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隐患 那么究竟我们开着大火烤肉 温度会达到多少呢 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把烤盘加热后 将肉放在烤盘上 肉瞬间就发出了滋滋声 在肉快要成熟时 我们对烤盘测试温度 我们可以看到 测温枪上显示的温度是268度 显然在这个温度下 杂环岸已经生成 虽然杂环岸在150度以下的温度不会产生 但是如果时间过久 超过30分钟 同样还是会产生 因为杂环岸是对人体有害物质 所以我们在烤肉时 最好一丁点的杂环岸都不要产生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减少这种物质的产生 在这里告诉您一个小窍门 在烤肉前 用微波炉加热两分钟左右 在低温下 肉也会在短时间内被烤熟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杂环